如果你现在30岁,他比你大13岁,我不反对你做决定,因为那个时间你已经成熟了,你会有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,但是现在20岁,他比你大13岁,我会非常反对,不是说大的这个年龄的数字,而是你们彼此阅历的不同,我想对女生说的是你三思而后行, 这个三思不是说你考虑三天,考虑三周,三个月,等到你成熟了,有一定阅历之后再考虑结婚这个事,不要冲动,如果你家人反对,你千万不要偷偷的结婚,知道吗? 偷偷的结婚,伤害的不仅仅是你家人,最后伤害的一定是你自己,反过来我想跟这位男生说,你为什么要着急结婚呢? 当你目前没有办法负担起你们彼此的基础生活的时候,我认为你不该提这个要求,请你停下求婚的这个想法,先踏踏实实的把你的基础夯实,做好,然后再想下一步和女生结婚的事儿。 实际上有很多工作,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,收入是挺高的,比如说做那个快递,很厉害。 对,她收入挺高的,但是会吃苦,风里来雨里去。如果说你在吃苦的方面拿出了很好的诚意,我倒不觉得你提结婚是一个不应该的要求,先做好自己好吗? 小鹤同学,现在你满眼都是被我们的爱情所包围的,我不怀疑他对你的爱啊。 对,我也不怀疑你对他的爱,但是你们有家庭婚姻这个想法以后,我们就要去面对家庭婚姻的真实的本质。 爱情和家庭是两回事儿,当然爱情是基础,但它不是家庭的全部,对吧? 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,它能给到你酱醋茶,那是生活的调味品,对吧? 它帮你洗脚,帮你擦嘴角,在精神层面它能满足你,但是柴米油盐呢? 很难,那本质是什么?本质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位33岁的男性,他未来也就是这个,没有改变。 为什么?第一,当他家庭出现变故的时候,非常巨大变故的时候,他没有改变。 对,第二,他遇上了一个他心爱的人,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也没发生改变。 结果他为了自己的家庭没发生过改变,为了心爱的人也没发生改变。 你说还有什么动力再能及时他改变呢?没有了,大概率是不存在的。 所以你可能选择要跟他在一起的话,你面对的将不是酱醋茶,而是柴米油盐。 你生活的最基本的保障都不会很稳定。 这个日子是一眼望得到头的,且这个头又不是你想要的。 这就是你们如果步入婚姻即将面对的事实。 所以在这种基础上面,婚姻对你来讲还早着。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。 12岁到18岁的孩子,给他看这十本书,他会越来越棒。 他会放下手机,不再拖延,不再叛逆,结果超出你的想象。 第一本,你不努力,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 第二本,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。 第三本,余生很贵,请勿浪费。 第四本,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。 第五本,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。 第六本,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。 第七本,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。 第八本,再见了吧,拖延症。 第九本,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。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,你的礼物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。